我们在这个世界 建一个大道场 造佛像 来装盐道场 这个装盐 有云可以走 没有云不要勉强 为什么呢 这个世界 佛说的好 凡所有相皆是学法 一切有形象的建筑 统统是学法 为什么 神灭法 我们看看天清菩萨的 佛法明文论 他将 群宇宙 万事万物 归拿为一百类 叫白法 不要法展开 就是一切法 无量无边之法 不出这一百类 这一百类里头 有唯有无为 有唯有生有灭 全是假的 无为不生不灭 再说它为真的 无为法到最后 只有一个真正的无为 真如无为 只有这一条 其余还有五种无为法 那是 有为法里头不能包括 像空 是空 有为不能保 设它作无为 那空是不是真有呢 不是真有 空能生有 它就不是真空啊 它会生有啊 慧能大师说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你怎么可以使得空呢 它遇到缘 它能生 不遇到缘呢 它就没有了 像我们现在看电视 屏幕 屏幕上 你能说它没有吗 按一下频道 它就出现了 它就有了 那频道关了 它就没有了 所以那个有 是有生有灭 频道是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 跟生灭了 融在一起 所以不可以说它有 也不可以说它没有 这才是四十真相 与四十真相真正了解了 把一切有为法放下 那七心动念 是有为法 是心法 是心所法 二十四个不相应 是一切有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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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运就行了 特别有为法 是一切有为法 是真正庄颜 西方极乐世纪 妙头是极乐世纪 那发菩提心 一向转念 菩提心是真心 我母常说的真诚 清净 恭敬心 菩提心居住了 菩提心的自受用 是清净平等修 菩提心对一切众生 对一切人世 我大慈大悲 什么叫大慈大悲 愿意把一切众生苦 与一切众生乐 这叫大菩提心 众生与我有苦 与我不相干 我无动于心 这个人没有慈悲心 没有慈悲心 只念这句阿弥陀佛能不能往生 不一定 欧与一大使讲的好 发现是往生净土 必须具备的条件 甚至于告诉我们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幸运之有 那幸运是菩提心 生到极乐世界 平位高下 那是念佛功夫前身 所看的 不是念佛多少 是念佛功夫前身 功夫从哪里看 从定功看 从放下看 温柔放下 才帮助你提神 当我们妄想起来的时候 杂念起来的时候 赶紧放下 尽忠用的方法非常巧妙 就是提起佛号 专注佛号 妄想杂念自然没有了 这法子妙啊 养成习惯就变成功夫 它能提升往生净土的品位